在最近巴黎奥运会难担四分之一决赛中 刘丁硕因为在樊振东落后的情况下 偷笑被拍到 直播到了全国 引发了巨大的关注 到目前为止 刘丁硕本人都没有进行任何的回应 很多球迷自然非常的生气 认为他没有任何要认错的态度 与此同时 不少球迷也纷纷呼吁国平教练组 应该出手好好整治一下这种行为 避免影响到中国乒乓球队的团结 而就在最近 随着事情不断发酵之后 我们似乎也确实看到了国平教练组的具体行动 和大家来具体分析一下 首先 很多球迷之所以这么生气 是因为当时对战张本志和这个日本选手的时候 樊振东一度因为状态低迷大比分落后 在这个时候 其他的国平队友都在为樊振东加油 只有刘丁硕一个人在偷笑 这很明显是不合时宜的表现 所以很多球迷自然就觉得非常的生气 认为刘丁硕完全都没有在关心我们国平这个团队 所以 我们也看到比赛结束后 刘丁硕的社交平台 也遭到了很多球迷的批评和攻击 他本人也成为了众矢之地 值得一提的是 在最近樊振东打败张本志和之后 也迎来了半决赛的对决 对战的对手是勒布伦 这个法国黑马球员 在本场比赛开始的时候 直播镜头给到观众席 包括马龙 王楚清和国平一众教练组都全部出席 那让很多球迷非常意外的是 我们并没有看到刘丁硕的身影 所以有些球迷也在猜测很有可能是刘国梁为首的教练组 已经正式出手 对刘丁硕进行处罚 因为我们很清楚 一直以来 国平教练组都非常重视球员的人品和球品 他们反复强调过 球员学会打球之前 必须学会尊重对手 尊重队友和尊重裁判 我们还记得当年的杀神陈起 因为冲动摔了球拍 最终被重罚到乡下未诛 意识到改正错误之后 才能够重新回到国家队这个大家庭 那么除此之外 之前梁敬坤因为一次不合时宜的庆祝动作 直接被禁赛半年 所有这些案例 其实都说明 刘国梁他们是非常重视球员个人的品行 像刘丁硕这种 在自己队友出现大比分落后的情况下 还在偷笑的这种行为 很明显是非常过分 所以确实不排除国平教练组 会出手严惩这种行为 进而导致刘丁硕没有办法出现在本场比赛当中 当然了 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性 那就是刘丁硕在上一场比赛 引发了这么大的争议 所以他也很担心 这一场比赛会再闯出什么错误 所以自己主动没有来观看本场比赛 不过最终不管什么原因 这一次刘丁硕错了就是错了 我们也希望他可以认识到这个错误 第一时间向樊振东和所有球迷道歉 并且表示 承诺以后不要再犯下同样的错误